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四月二十八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結束了二十一天的訪美行程 今天回到臺灣 在桃園機場接受訪問表示 五二零之前 就會正式宣布參選總統 不要讓臺灣陷入藍綠對抗的疲勞 要讓臺灣成為不再分裂的國家 主張聯合政府團結臺灣 而另外再來看到 新竹縣竹北市的莊境六街 昨天早上九點多 路面突然塌陷 而停在上面的一輛特斯拉轎車 掉進了洞裡 車主好心疼 當地民眾表示 這一帶的道路之前已經有四次塌陷 質疑和臨近的建案施工有關 縣長勒令該建案停工 並且展開調查 路邊停著好幾台車 下一秒偏偏特斯拉 這位置路面突然塌陷 整輛車墜入坑洞 民眾嚇得往後退 車主好心疼 畢竟交車不到一個月 就沒辦法碰到啦 好險人人沒有在車上 要價超過兩百萬 特斯拉傷痕累累 側倒三米深坑洞 仔細看地級被逃空 吐石鬧失蹤 當地住戶憂心忡忡 因為坍塌地點就在家門口 怒控室臨近建案惹的貨 事發在新竹縣竹北市 裝進六街 一旁有建案再施工 二十七號上午九點多 特斯拉跌進坑洞後 壓到管線造成瓦斯外洩 相關人員緊急處理 指示臨近建案 這一帶道路坍塌事故 不是頭一回 先前至少有四起都跟工地施工 有關係 一般如果坍的話 會在我們工地旁邊 他現在會坍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也是要請他來鑑定一下 檢方也重返現場調查 並進到工地勘察 而新竹縣長楊文科 則勒令建案先停工 在查明原因前 施工單位所有動作 一切暫停 這回跟建商到底有沒有關聯 新竹縣府將全面調查 也要瞭解當地土壤地質 但結構計時戴雲發就說道路會崩塌 恐怕和建商擋土支撐 沒做好大有關係 記者張俊豪 無家保存關訊 台北新竹報導 五月一號解編的疫情指揮中心 昨天舉行最後一場記者會 前任指揮官陳時中也現身 而三年多來 首語翻譯員總是在一旁提供 即時翻譯 二零二零年三月 更開始透過AI語音辨識 加上聽打員團隊 提供即時的字幕 透過社會大眾 對疫情記者會的關注 在無形當中 也讓聽障朋友的需求被看見 三二一 歷經三年多 一千一百九十四個日子 舉行過九百六十場記者會 疫情指揮中心終於在二十七號 週四召開最後一場記者會 並將在五月一號解編防疫朝向常態化 不過也公布國內首都驗出兩例本土 俗稱大腳新的新型Omicron變異株 XBB.1.16 兩名個案都是北部七十歲以上女性 皆有慢性病史 一例為中症 另一例則為輕症 指揮中心表示 疫苗接種假和防疫隔離假 也將隨指揮中心退場 回歸一般性請假規定 而指揮中心中場記者會 也邀請到許多曾經參與防疫的重要官員 及專家學者 包括前指揮官陳時中 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淳等人 陳時中上臺致辭時表示 防疫過程有痛苦有心酸 但都是對人民負責 一方面也覺得在疫情期間 不免有很多的遺憾 雖然我們這麼的努力 想要盡量避免可能的一些傷亡 可是還是有一些避免不了 那不過這些都漸漸過去了 我們現在真要迎來疫後新生活 總統蔡英文也特地前往指揮中心 感謝大家這段期間的辛勞 這也是蔡英文第十次來到指揮中心 她強調指揮中心解編後 將由衛福部成立跨單位 防治聯繫匯報 持續進行防疫整備跟應變工作 記者賴市民謝其文台報道 賭報時間來看到 聯合報報導 新冠疫情即將降級 疫後產業復蘇 而勞動部為了鼓勵勞工 投入觀光 旅宿 物流等缺工產業 將砸十億元 推動擴大就業方案 最高每個月給特定勞工 一點三萬元的就業獎勵金 最長發十二個月 而方案將會事辦一年 希望促進兩萬元就業 而中國時報是 國發會昨天公布了 三月景氣燈號 是自去年十一月以來的 第五顆藍燈 國發會主席 公明星表示 全球終端需求疲弱 預估最快第三季才有變燈的機會 自由時報則是提到了 為了防止國人被騙到國外受害的事件再度發生 昨天立法院出審通過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修法 增訂意圖使他人出國犯罪 而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者 最終可以處七年的有期徒刑 並科兩千萬元法金 看完報紙重點繼續來關心 台鐵二十六號班次大改點 印製了十萬本的時刻表 卻是錯誤連連 甚至連站名都印錯 台鐵說是廠商排版書師 將會經由刊物的假業來進行補證 台鐵二十六號起進行改點 三百八十六個班次時刻都有異動 台鐵印製十萬份紙本時刻表 由各站服務臺提供 一人獻領一本 臺鐵員工以縮時攝影記錄下 很多民眾來索取新時刻表 一度還要排隊 人潮絡繹不絕 但民眾發現時刻表出現印錯 占名的狀況 以沙輪支線為例 三七七四列車 明明只開到臺南 卻顯示開到善化 三七七六列車開到善化 顯示開到臺南 恐怕誤導民眾 印錯的話就麻煩 我說還沒看到最新的 該不用了吧 現在大部分都是網路上面 就可以查得到啊 台鐵回應 占名物質是廠商排版書師 檢視台鐵APP和官網 資訊都正確 已經請廠商和校隊人員檢討 並會以公告和刊物 假業來補證 台鐵產業工會指出 其實很多中高齡族群 都還是仰賴紙本時刻表 這項書師不只影響旅客 也加重第一線員工負擔 除了要忙著假業刊物 還不免要承受 旅客情緒指責 陳業工會直指 從細節就可以看出 台鐵不夠周嚴 呼籲台鐵應該上井發條 在改革路上 要更嚴謹面對 記者 報道 臺鐵高雄機場配合鐵路地下化 以及臨港線停許 十年前行政院核定遷到屏東潮州 而終於到了昨天高雄市都委會大會審議通過 都更計畫變更案 除了最大保留鐵道文理與地景 三十三顆珍貴樹木經過調查指認之後 道路的動線也配合調整 此案後續將送內政部都委會來審議 走了十年的台鐵高雄機場變更案 二十七號經過高雄市都委會大會討論之後 審議通過 高雄機場原來是南部最大的鐵路客貨車廂維修工廠 配合鐵路地下化以及臨港線停使 在二零二一年十月整廠牽建到屏東潮州 但是廠區仍然保有全台僅存的貨車工廠等建築 文史工作者希望市府在土地利用招商 以及文史保留間取得平衡 而戶數團體也質疑 這個案子在二十號才公開展覽 徵詢明義 二十七號就闖關審議大會 有違程序正義 也擔心廠區內大約有九公頃的森林 上千棵老樹遭到移植破壞 市府杜發局表示 這次公展草案已經依三場座談會出席人員的意見 對於三十三棵珍貴樹木經過調查指認之後 道路動線也配合調整 如果因為道路開闢 人車通行安全等的考量 則須依照自治條例第十四條 提送相關移植富裕計畫審議 民間團體關心老樹以及文石保存 當地居民則擔心 如果因為禮讓老樹而不開闢道路 可能會造成當地嚴重塞車 面對不同的意見 市府表示將盡力協調 讓計畫案符合各方需求 記者陳煥與陳顯坤 沙燕其中建綱綜合報導 台南的新化老街 啟動科技執法 路邊臨庭超過三分鐘就取締 連供應商卸貨 員工綻放機車等也無法倖免 一個月來開出了近千張的紅單 引發熱議 而警方表示後續會蒐集意見 調整科技執法項目 過去一大早急車水馬龍的台南新化老街 全段一百五十公尺兩側超過三十間的店家 不過近期老街上卻冷清清 路邊一台車都沒有 原來是台南市警局從三月十五號開始 啟動微停科技執法 只要微停三分鐘就會被取締 此舉引發附近商家的抱怨 老街的店家強調 對於科技執法在並排闖紅燈大車進入 以及為禮讓行人等的違規取締 絕對支持 不過對於供應商臨庭的項目 希望能夠兼顧當地的現況 減少移願 那只能停三分鐘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欸 那我還是要開走了 那我們分局會針對新化老街商店 卸貨車輛 在科技執法期間 如有被自單舉發 那商家不知如何申訴的話 那可以洽詢我們分局 來予以協助申訴 警方強調 機查取締 主要在維護道路交通安全 並非以告發交通違規為最重目的 後續也會匯整店家的意見 進行延商 評估科技執法的調整 記者文章和台灣報導 不少民眾曾經接到銀行的行銷電話 問你是否要借款或是投資 令人不堪其擾 儘管會將祭出管制措施 為了民眾在辦理信用卡的時候 可以標註不接受行銷電話 電話行銷五花八門 有的要提供信貸 也有推銷理財專案 讓民眾十分困擾 民運四起 金融主管機關金管會銀行局 日前邀請多家銀行業者開會討論 初步將祭出兩大措施 來管制電話行銷 外傳銀行業者反彈 希望不要一棒打死電話行銷 金管會回應 未來就是朝清楚揭露電話行銷方向 規劃行銷專員指點民眾 主要說明來意 還要先爭得同意 才可以繼續通話 而民代則要求金管會祭出的心智中 新戶開戶可以拒絕被行銷 也應該要塑及既往 如果委員覺得範圍上還要回溯既往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 我建議還是要回溯 因為現況才是一個比較大問題 因為未來再辦卡的可能性 其實相對是少的 如果只是規範在未來市 我是覺得無記於事 除了出手管制電話行銷 對於目前社群平臺順行的投資詐騙廣告 金管會也去韓要求業者下架 自四月十五號起去韓兩百五十五件 已經下架兩百二十一件 未來也將修法由源頭進行管制 記者需要顧軍臨談報導 苗栗頭份 二月才剛啟用一座綜合運動場 置資將近兩千萬 不過到現在短短兩個月 華倫溜冰場的跑道 就出現了大面積的軍列 被質疑工程偷工減料 華倫溜冰場跑道大面積軍列 工人急忙刨除部分的區域 展開填補作業 位於苗栗頭份六合國小分校 預定地的綜合運動場 才剛啟用兩個月 就變成這副模樣 當地民眾質疑工程偷工減料 更害怕小朋友運動因此受傷 其實從樓上看得到 小朋友他們在練習的時候 其實他們在競賽的時候 那個速度都很快 而且你溜冰那個輪軸也那麼小 你光一個小縫或是小石頭 可能就會造成跌倒摔傷 更何況那個裂縫那麼大 那是安全問題一定會啊 那個規律這樣 那個溜溜自拍輪 就是要光滑要平順啊 這樣子怎麼沒辦法 沒辦法做對啊 今年二月底 苗栗縣長中東景 親自為綜合運動場揭幕 除了翻修溜冰場 籃球場之外 還新建了五人制足球場 與廁所 總經費一千九百七十萬元 當時的風光對照現在的場景顯得諷刺 謝福表示 整修工程是按照溜冰選手的建議 墊高轉彎跑道 因此產生軍裂 目前正以薄油水泥壓克力等 複合材質填補 還有民眾透露 運動場部分廁所髒亂 甚至上鎖 外圍人行道排水系統失靈 問題一箱 縣府說目前人在工程保固期內 將要求施工單位一一改正 並擇其邀請體育署辦理會刊 確定一切安全無餘後 才會再開放流冰場 記者 美鳳彭安群 苗栗報導 俄烏戰爭還在打 而流離失所的烏克蘭芭蕾舞者 在各國的聲援下展開巡演 這個週末假期也將會在臺灣演出 而演出的舞作 停演俄國作曲家的天鵝湖 改成向烏克蘭人民致敬的新舞馬 暫時晚格 優雅的舞步展現芭蕾舞的利於美 來自烏克蘭聯合芭蕾舞團的男女首席舞者 透過芭蕾的演出 向世人宣告 即使烏俄戰爭持續進行 烏克蘭人民仍舊屹立不搖 而也因為戰爭的敏感 舞團決定全面停止演出 俄國作曲家完成的天鵝湖 改而演出以烏克蘭傳統樂曲為基調 向烏克蘭人民致敬的新舞馬 暫時晚格 這群烏克蘭的芭蕾舞者 原本因為戰爭流離失所 經過國際友人的協助 得以在荷蘭重拾舞協 陸續巡演英美新加坡等地 這個週末將在臺北演出 舞者直言戰爭的殘忍 讓他們不得不離開烏克蘭 舞者表示能夠持續在國際巡演 展現烏克蘭的文化 也見證藝術撫慰人心的力量 尤其烏克蘭需要協助的時候 能被國際看見 也請大家協助烏克蘭度過難關 他們也希望戰爭能快點結束 能夠快點回到故鄉 見到失念的親人 記者陳家欣 張宇佳台北報導 關心天氣 今天各地大多是多雲大晴的好天氣 白天高溫會比昨天再熱個一到兩度 而明天白天還是晴朗溫暖 不過到了晚間有封面通過 同時 東北季風再度增強 北部以及東北部天氣會轉涼 至於中部以北 東半部地區和南部山區 會有局部短暫陣雨 不過雨勢不大 對於水庫的解渴幫助有限 而接著就提供您 今天白天各地的氣象資料 謝謝大家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牛軒文 下週一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